在那邊的火火那家 這就是小時候我們上學的時候 都會從我們身邊 載著甘蔗 也是收甘蔗那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調理就會去從旁邊 用甘蔗 然後就脫甘蔗來啃 然後就跳上去 因為它很大 有些同學 還是做那個火火那家 會上完學的 所以這其實每一個人 都有它的歷史記憶 每一個人都會對不同的火車 有不同的感情 剛才那位長人說 來參觀 為了甘蔗 回答正確的問題 那用氣敵 滴滴滴 其實 對小孩子來說 那只是一個聲音 就沒有感情 對我們來說 我們每年過年 當年回屏東 因為那時候都冬天 在那個過年的時候 常常就是 引到夜間火車出來的情形 那是我們成長的記憶 dari那時候 我們去想看 那時候 坐在那邊 在某程宣告 在夜間火車 對你來沒有 渡滅 那麼 צר único 那麼躲進